你们家 组业产留下来能够两套房 一套房在老爸手里 一套房过户到您的名下 您居然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这根本说不过去 不是说什么理由 就是老妈说的给我 工作人员给伴的 所以你是跟老爸约的 老爸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妈给你了把这房 爸给你了这房 爸妈一起把这房给你了 还是说另有一个答案 到底是哪个 刚才这个事 你们您和老七之间的 我可以说是密谋 因为好多人不知道 十几年以后才知道 你们俩密谋代持这件事情 不是像您说的那么简单 我怀疑这件事 所以这个事你不能妇怒我们 我们这些专家都是有经验的 他们办过无数回了 主持人刚才问的 您都不认可 那我就想问一下 您是不是认为 就是说现在来兑现 妈妈给您的承诺 就把这房子要赠送给你 是这样 和其他兄弟姐妹 和爸爸的遗产都没关系 当时老爸跟你约着 去那个房地产交易大厅的时候 他跟你说 妈要把那房子给你 今天去过户吧 是这么说的吗 我跟你说 老七啊 那天办这个手续的这个事情 他可能用来说的说法并不多 我们可以穷尽在这里 无外乎是 爸妈把那房子给你了 来过户 妈把那房子给你了 来过户 爸爸那房子给你了 来过户 没了 没有了 他并没有其他的说法 或者是 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样 咱们呀 得玩一团 因为呀 这房子要在妈手里 换钱不容易 在你这名下呢 以后不管是贷款呀 还是借钱呀 都方便 方便操作 花不完 再拿回来 大家一起分 一定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是哪个呀 到目前为止是四个 答案 哪个 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当初在现场 我妈 等一下 等一下 稍等 你稍等 我问的是 老爸当时是怎么约的你 他是以什么理由约的你 去的房地产交易大厦 他忘了 不可能 对吧 张老师 因为这件事很大 这是你们家财产的五分之二 你老强调你母亲说 当时她给你了 她不这么说 你办不了 明白吧 不是说 你妈当时现场 如果不这么说 现场的工作人员 不会给你办 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 落在你名下 它是有原因的 你们家内部是有原因的 明白了吧 您这一问三不知 老师 不是 那您说 您就说这房是你的了 第三调解室之 私自的决定 正在为您讲述 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 那是马家的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老五老六 老八 这是集集一堂啊 父母还在吗 不在了 不在了 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父亲是2001年 母亲是2016年6年 那家里是等于老家 给留下东西了吧 当时那个柴前安置的时候 一共两套房 两套 对一共两套 那都给谁了 安置的时候呢 人家问我们家长的意见 其中一套就安置给我了 安置的时候没有当名下 没有当他名下了 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弄的他名下了 等于分了你一个几居室啊 三居室 三居室 落在你名下了 对 根本不对 安置你三居室哪对啊 还有一套呢 还有一套就应该落到那个父母的名下 那他们搬过去住了没有 没搬过去住 没住 还是住在你那 对 从97年一直到2016年 母亲去世 一直是我和父母住在一起 那那两居室干嘛是 那个因为我的母亲没有工作 生了八个孩子 等于把这房租出去 对 租出去 为了这个补贴家用 那现在是争议的这个房产 估计就是你父母留下那套两居室 那套两居室现在不是租着呢吗 从下来之后一直租着 补贴这个家用 完了这个医疗 还故意保姆 基本上每个月所剩无几 因为在父亲去世之后呢 大家对于父亲是不是留下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留下更多的财产 是钱款还是等等的 所有的那个哥哥姐姐们不太清楚 开了个会 大家可能呢有信有不信 你怎么交代的 这个三居室 办在之前如何如何的 这个归你了 是我的 那钱呢就剩于这一点 剩下多少 多少剩这点多少 一万三千多 一万三千多 就这点 我父亲生前有一个木的盒子 我没看见你让谁看了 打开一看有点失望 对 是不是不太相信你啊 对 宝贝都让你拿走了 可能有这种因素吧 大家觉得宝贝被您拿走了 你们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 家里有什么宝贝呢 没有 还有我们大家给那个 给老妈买的戒指 还什么的都上哪去了 你得交代那两句事 大家就起冲突了 我们之间都有点争吵 都有点争吵 是大家觉得家里有宝贝是吗 对 大家觉得我说的好像不太 后来 后来我看这次聚会之后呢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我很寒心 如今父亲去世之前说 说我走之后这套房啊 就供你爸养老了 他在的时候 你就供他所有的费用 不再是你们大家分 为了母亲有个保障 我呢 担任单身 就是经济也不稳定 就是啃老 那么大岁数 不上班 还在啃老呢 每月那个租房的来源呢 只是够每月的保姆 和一些消费 我就想 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遇到母亲有大病的时候 是吧 能够有一笔救急的钱 有人能给你出这笔钱 对 能有一笔钱 你打算让谁给你出这笔钱 我认为谁都不可能 干脆就用父亲曾经说的这套房吧 你怎么知道谁都不可能 大家伙都在出 老爸住院的时候 谁没出钱啊 我说呢 跟我那个老七商量 说暂时放在你们名下 放他名下干什么 放在他名下之后 我万一遇到一个大额的时候 好友一个明白人 能办相关事 抵押点钱或什么 因为你母亲不是还在世呢吗 对 那在他名下就不能办这些事吗 因为我见过老人 到晚年去送医院 穿糊涂了 穿糊涂涂 他又没文化 到时候一旦说 拿着这东西需要本人签字什么的 那我清 因为事前我和我老七商量好了 这是临时放在你名下 为了妈救急 用就用了 用不着的话 还是属于妈的 谁商量好了 跟我商量好 跟我商量好 老妈在意 跟我商量好了 这不是剥夺老妈的权利吗 老七同意了吗 同意了 当时同意了 办具体来上我们家办手续 当天我就通知老七来了 通知老大 老大来了 对 也来了 我去了 别人呢 别人还有两位工作人员 我说你这哥几个都没去 没有 没有 老八选择了与自己关系 最为亲密的七姐 作为两居室的产权代持人 而这样一件大事 他却除了老七 只通知了大姐 你有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 没有 那你是怎么办得成的 那个事情 因为你们家那个房产 当时已经 发生继承了 对对 当时办的时候 那个工作人员 让我们写了一个申请 内容是什么 内容就是 要进行产权 变更 是不是征得了 这几位的同意 没有 他们不知道 那怎么能办得成 因为当时你们家的房产已经发生了继承 没有 当时没有继承 当时就是 你们家的房产当时已经发生继承 因为父亲已经去世了 那因为我不懂 这点我真不懂 你可以不懂 但是这事怎么能办成呢 对 但是就这么办成了 那个来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写了一个 把这填了申请书 当时后来 办的人员 就是那什么 就赠予给我 老妈说 我这个三居 老爸呢 说你爸的那个三居室呢 给你小儿子了 我这两居室呢 借过有小女孩 你没有跟 那个工作人员说 这个房主 已经死亡了吗 你是隐瞒了什么资料吗 他知道我父亲去世了 那这房子就发生继承了 他不知道吗 他反正知道 但是他没有具体 对这问题 那都是谁签了字了 我问了当时 当时就是那个 那个申请书上是我写的 是我签的字 你母亲都没签字 我母亲不会签字 也不认识 你得摁手印什么之类的 对 你她同意啊 摁手印 她也不知道摁哪 也是我摁 你给帮着摁的 老大呢 令调解嘉宾感到疑惑的是 父亲名下的两居室 在父亲去世后 已经发生了继承 那老八又是如何 将房产转移到 老七名下的呢 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时办这事的时候 老八给我打电话 因为他又没有 为什么要找您啊 你没问他 他需要你签字吗 还是怎么办 不是 也不需要 他说呢 你看看呀 这个他的想法 他说我跟老七已经说好了 他同意了 对是母亲叫的您 老八还有老一老大 反正 可能是 就是想让您知道这事 说呢 你看有时间啊 您不用叙述那些细节 您当时同意吗 这事 我愿意 你同意 因为是为了老母亲嘛 看病用权 也没需要你签字 也没有 你就是知情就行了 对 大姐却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大家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老大刚才你也说了 当时这个签字现场你也去了 你当时没想起来 跟那哥几个说说 我没说 为什么 为什么保守这个秘密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吧 这不是个秘密吗 这有什么秘密 你不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吗 都为了老妈 为了老妈好啊 你们原来关系怎么样啊 兄弟姐妹这些 都还不错 是不来往啊还是怎么着 一半 以前也不聊天啊 聊天的时候也能说出来 那天老爸爸 把房子给老七了 这都有可能说出来啊 你为什么保守这个秘密呢 我都没拿这当 我刚才没拿他当回事 马家大姐的不在意 让老爸这个私自的决定 埋下了更大隐患 但老爸为什么 不把房产转移给自己呢 那样的话不是更为稳妥吗 这个一事呢 我认为就如果 完全放在我的名下 比如说请的 请那个老七和老大 来的话 人就认为我要独吞 而且那办事的工作人员 也说不能把这个 两套全落到名下 你看他有的想法 都能写在一个 都能写在一个 不是被拆迁人的人名下 怎么就不能写在一个 当时在里边户口 有户口的人名下呢 这个事情可以 找二位工作人员求证 我肯定是没工夫去求证啊 但是这事您得给我们一个解释 如果说您要说 相信老七的话 您会比相信自己 更相信他吗 可以这么说 真的 对他是太相信了 咱们保留这蹊跷吧 好吧 他真的太相信了 随着现场询问的深入 嘉宾们对马家发生的事 有了更多了解 但随之而来的疑点 似乎也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疑点啊 我插一句话 因为这个疑点 咱们不展示 可能这事不好说清楚 有什么疑点 我手里拿的是 您几位给我的这个资料啊 这个资料里边呢 有两份拆迁协议书 是当年97年的时候 签的拆迁协议书 一份协议书呢 是应该是李军方 老母亲签的哈 老母亲签的呢 当时安治写的很清楚 这是十层六号两居室一套 和一个六层三号三居室一套 然后同一天 也是你们给我的材料 同一天还有一个老七 老七自己跟拆迁单位 签的这么一份协议书 这份协议书单独指向的是 其中的10-06 就是两居室的这一套房 那么他的签约时间 也是97年 那么如果按照这份协议 假设他是有效的话 他的权利是在97年 就已经获得了 怎么还会产生 所谓到06年 需要您代为 把这个房产过户 到他名下的意思呢 这我需要解释一下 这个拆迁 他本人写的这拆迁协议 是我到了那个建委 那个查资料 复印来的 这份文件 不是97年签的 这个是他们为了办房转证后补的一个 所以您看当中 其中有好多空白的表格 没有填 他说的这块是06年的时候 签的这个 就补签可能是 这是我签的 旁边这盖章是公司盖的吗 办这份的时候 我应该不再签查 您不是全程代表去做 这份文件好像不是我们工作人员 到我们来的那天签的 这份拆迁协议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个虚假的 是为了能够 谁做出来的 应该是工作人员 是在您的申请之下做出来的吗 应该是在申请之后吧 因为他想办房转证 必须得有一份原来的拆迁协议 和购房合同 才能形成一房转证 但是他又不是 户口也不在 又不是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 所以那块都空了 所以为什么工作人员会配合您做这事 您给他交了什么样的材料 让他能够启动如此荒谬的一个程序 我没启动什么材料 就是那份李泽永签的那个 原来签的这个很清楚 被拆迁人是老母亲 然后是两套房 三居室两居室 我甚至都没看到 您在这里头的权利 是从哪来源的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咱待会儿再说那个 那么您给工作人员交了什么 吃了什么迷魂药了 他会给您做这份东西 没有什么迷魂药 就是办事当天写的那申请书 叫什么拆迁转移申请书 来您帮我找一下 它的名就叫 传权人变更申请书 因为本身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原来是写得很明确 是在母亲名下的 这个应该主动被动方 各方都没有争议 那现在就发生了一个 产权的重大变化 而这种变化 看不出任何的 任何的一个依据来 您看得清楚吗 问一下 这个里边这个签字 是谁签的 我签的 是您签的 您有委托书吗 没有委托书 你怎么替他签字啊 没有委托书 你就全签代理了 全是他 当时就这么签了 当时就这么过来了 那您所说的这些 当时和老七之间的 这个商量的 是由他代持以后 再怎么着 什么情况下 再返回来 所有这一套 有任何书面东西吗 没有 因为我 他是我兄弟姐妹 你我最信任的人 没有书面的东西 但是大姐可以做人证 是这意思吗 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大姐可以做人证 是吗 大姐是跟完了 整个的过程吗 对 那天办的整个过程 我在 通过现场查阅文件 律师发现 老七和老八提供的 部分证明 本身就存在问题 那么 老八究竟是如何做到 在其他兄弟姐妹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 转移了房屋产权呢 这份东西 刚才老八陈述的是 说也是在你们同一天 办事的过程当中 办事机构要求 提交一份申请书 这份申请书 是现场他提老母亲签的字 第一个疑问是 您说没见过 他说见过 那么我们外人来看 这份东西 如果不是给你办过互用 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 他没事不会去学习 两年法律写这么一份 基本上符合法律格式的 这么一种用语的文书 出来给我们提交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您说母亲在场 都应该按手印 现场有笔录 那么这份重要的申请书 带有意思表示的 最关键的内容 为什么没有母亲的手印 那我也不知道 我跟您解释一下 首先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个档案在财经单位那都有 您认也好 不认也好 这都是事实 推翻不了 第二个来讲 不是说您现在什么都不认 这房子就在您名下 安安全全的 恰恰是这个里面 我们已经发现了 很多的疑点 您能解释它 说通了 并且用证据来证明 这个房子您才能保住 您每个都说我不知道 我拿不出来 我今天没带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们这一组人 没有办法采信 您所主张的事实 这个对您不利 不是我说实话 那这个东西 那你看连我自己名字 那我写的什么字 我不知道吗 这个连我的名字 都不是我写的 这个不需要您签字 因为这是被拆迁人签字 对 那他什么时候签的这个 写的这个 我就是没看见 我就是没看见 您是不是让我说实话 我没看见这份东西 所以你说你的这份 拆迁合同 是一个合法的合同 是吗 那合法不合法 也不是我写的 总之反正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写的 然后我跟你说 我问你这个的意思 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儿呢 还有一份 你妈妈当年的拆迁合同 你们时间是在同一时间 内容是相同的内容 为什么这两份合同 差距那么大 你的那份合同 为什么有那么多空格 那空格我 那我哪知道吧 我也真不知道 您这一问三不知 老师 不是 那您说 您就说这房是你的了 您只知道这一点 那您说这空格 那我哪知道是怎么空的呀 它怎么空的 我给这位大姐翻译一下 就是我听律师说完了 我太清楚这份东律师 我太清楚这份东西 是无效了 但是我就是不承认 这位大姐的意思 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我也无需 您继续回答了 我就先来告诉您 这份东西无效 那就行了 好吧 老七 这份文件无效 你承认吧 怎么会无效呢 你看你又不承认它无效 你呢又不认可 这个协议 我可以回答 而且我按照你的逻辑来回答 既然 来来来 听我说完啊 我告诉你 这个合同它为什么无效 是因为里面有好多空格 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你也不想知道 那空格里面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这份合同它就无效 因为它没有实际的内容 那它不写是我的事 你在上面签了字 你要负一半的责任的 你以为签字 那什么都不是吗 如果它签字 什么都不是 你是怎么换来的那套房啊 那干嘛让我签 那什么的呀 你应该问 为什么你会签了一份 无效的合同啊 对于两份日期相同 内容却完全不同的 拆迁写一书 马家老七 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这让调解嘉宾 不得不重新整理思路 而受限于现有资料 难以立即验证 有些疑问 也只能暂时搁置 我想问一下老八 刚才这个事啊 你们 您和老七之间的这个 我可以说是密谋 因为好多人不知道 十几年以后才知道 你们俩密谋 代持这件事情 不是像您说的那么简单 我怀疑这件事 您 不是考虑简单的人 因为在06年办房产证之前 您已经离婚了 您已经经历过一次 家庭分割财产的过程 您应该知道相应的 法律上的手续 多少有点概念 既然是有概念的话 和老七商量这件事 房产证登记在人家名下 以后再还回来 为什么不签协议 所以 就是太相信了 而且那个十四年前 房业不太值钱 我和他的关系就是 我跟他借钱都不用打条 您说的这个理由 我觉得不能简单的 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小徐认为有阴谋是吧 我不是阴谋论 我不是阴谋论 他有什么阴谋吗 你觉得 张老一说我就慌了 您啊 跟老七之间商量这件事 您不怕他反悔吗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 你应该想多一点 我觉得您应该想到这 说心里话真没想这么多 我听老妈说的 老妈说给的我 你做老妈的主 所以这儿啊 张老刚才说阴谋论啊 我接着问您啊 我就想问您 这件事既然是密谋 对吧 大姐实际上 并没有在旁边 看见你们俩怎么商量 那这种情况之下 您和老七之间 除了房产证 登记在他名下之外 你们俩人 有没有其他的约定 没有 然而 对于老八擅自做主 将房产转移给自己 这件事 老七自有看法 我理解啊 那个老八啊 当时确实可能跟你说了 为什么要办到你名下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老母亲 比如说要病了 这房子落在你名下 好抵押啊 好换现金 当时现场 可能工作人员问 怎么办这个过户 老母亲 你得说是把这房给他了 人才能给你办 你可能是 老母亲是说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当时这么说 赠于老七 是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母亲 没必要非到现场去说 明白吗 那我去到现场的时候 所以你要说老八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老八没跟我说 老八没跟你说 就跟你去配合你办这事去了 当时 没说什么原因 在现场的时候没说 工作人员也没 我没说现场 老七 在办这个事之前 之前没跟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要去办这事呢 要去办这事 谁通知你的 就通知来办这事啊 谁通知你的 我弟弟来 不会是老母亲通知你吧 老母亲 老母亲之前说过 但是说过 谁通知你去办这事 我弟弟 老八 他怎么说 就说你去办一下 这房给你了 还是说 这房暂时搁你名下 但他总有一个原因吧 没说 没说 就是说那个 我去了以后 我得听老妈 我也不能做老妈 我不相信老八在这之前 不跟你商量 就直接去现场办这个事去了 这个不符合常规 也不符合常理 老八肯定坐下来跟你商量这事 还不止说一回两回 估计得跟你说好几回 因为什么咱要这么办 这是常理 您不用回避这事 当时老八到底怎么跟你说的 没有 我记得太轻 没跟我说 对于当年办理产权转移的事情 老七的说法和老八有所不同 当初 他们二人是否达成了一致呢 老八又到底是如何说服老七的呢 2006年 马家房屋产权转移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关系亲近的姐弟二人 会说法不一 马家的其他兄弟姐妹 又是何时知晓的此事 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风波 究竟能不能平息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金曾玉 金律师你好 你好 本期的节目当中 当事人曾经获得过两套安置房 这个安置房的被安置人 到底是怎么确定的 它确定了之后 又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房屋里边 这个被安置人 它有可能是房屋的所有权人 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房屋里 共同的使用人 所以说它这个被安置人 包括了所有权人和共同的使用人 很多人咨询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况 它不是房屋所有权人 但是这个安置房 下来之后的 那个新补偿的那个房子 它一样是享有居住权的 房屋的使用人 就是安置人之间 我说这个安置人是大范围的 安置人之间 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 或者是各个方面 达不成协议的时候 那他们可以干嘛 可以到这个房屋主管部门进行裁决 这是行政方面的裁决 但是最常见的解决方式 是到法院去起诉 去确认我相关的使用权 或者是居住权之类的 这种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 法院会给你做出一个 相对来说的处理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对于这种拆迁的 被安置人也好 还是被拆迁人也好 它这些都要遵循什么 拆迁政策 因为各地的和各个项目的 拆迁政策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些人 在拆迁的时候 要关注拆迁政策 同时要依据拆迁政策 然后合法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今天时候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本期节目当中 这个矛盾其实发生在 这个互主变更的时候 那么我们通常 这些老百姓在 变更互主的时候 是需要有什么条件的吗 或者是有什么方法 是这样的 这里边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百姓之间 会把这个变更房主 称作变更互主 其实互主这个词 针对的是什么 是户口本 户口本上 最原始那页的户主 户口本的首页 对它首页它叫户主 然后变更这个房本的 叫什么 房屋所有权人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李清这个概念之后 咱们就知道 其实无非就是房屋过户 对吧 房屋过户有几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可能最常见的 就是父母过给孩子 要不然就是 以一种买卖的形式 之间做一个买卖协议 这样子去走买卖的这个流程 把这个过过去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赠予 就是我这个父母 把这个房子 说我无偿赠予给你了 走一个这个赠予的形式 还有一种形式 就是不太常见的 就是父母当中 有一方有人去世了 剩下的这个配偶 把这个房子 直接过户给了 其中的一个子女 像这种情况下 都是不常见的 好 谢谢您今天的讲解 老母亲名下的唯一房产 在她生前竟被秘密过户 这件事在老马家 掀起了轩然大波 我可以说是密谋 因为好多人不知道 保守这个秘密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吗 都为了老妈 为了老妈好啊 对于一手促成此事的 马家老八而言 这似乎是一次 从信任到失望的经历 我对她是百分之二百的信任 没想到呢 在老妈去世之后不久 她完全的就 否认了之前 所有发生的这个事实 全部承认了 对老八的私自决定 马家其他子女 也是颇有微词 我愤怒啊 你愤怒了 大家都知道爸爸有话 而且这是咱们祖产 老八说 自己最大的失误 就是对七姐的无条件信任 因为她完全推翻了 我以前和她的 那种那叫做约定 有谁可以给你作证 我和她担当这没有 所以老八啊 你是怎么做事情的呀 所以我非常的 怎么可以这样啊 是因为你的哥哥和姐姐 都特别信任你 你觉得怎么着 都可以挥霍他们 对你的信任是吗 但马家其他子女 却依然认为 亲情才是维系家庭的 牢固纽带 反正各种方式 我们都使用过了 为的是什么一个亲情 是吧 我们拔个孩子 不想抛弃你 任何一个 只要老七能拿出证据 说服大家 一切问题 都可以妥善解决 妈说给你了 你拿出根据来 用你的时候 跟你 好着呢 通过关键人物 马家老七的陈述 还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会被逐一揭开呢 原本亲近的一对姐弟 还能不能重归于好 马家的难题 能否通过调解 而顺利解决呢 其实我现在 我不跟任何人商量 我都想了一个 挺解气的办法 你把你那三居室 拿出来 跟那两居室 一样面积的钱 先填给大家 你自己拿那两居室 你自己去解决 都给弄老爸身上 因为你凭什么 做这件事 对 是我招的 我听那个 我妈说的 就是这三居室呢 说给小儿子了 这两居室呢 我就给我小女儿 你妈妈说的 我妈当场说的 还有工作人员 还有我大姐我 我 老爸给你办这个事 是说要把这房给你啊 还是说暂时搁在你名下 是为了以后母亲病了 抵押什么 好容易拿钱 看病 是这个原因吗 他没跟我说 没跟我说这个 老七表示 这套两居室是母亲主动提出 要过户给自己的 老爸所谓的暂时待迟 以及方便抵押看病云云 自己并未听到过 您说您妈妈要把那个房子给您 时间是什么 时间点是什么 时间就是 呃 06年 那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了 呃 不在了 就是01年我爸去世 你爸爸把三局史给小儿子是哪年 我 那就是说 呃 反正我就听我妈那么说 就当时在 不用听你妈那么说 你们家有书证 这部分 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97年 啊 97年 那我就没看见 这 所以你认为这两件事 它是可以同日而语吗 啊 有书证 要是合法就因为给他就给了 所以你和你弟弟 分别 您认为 分别是老家给许诺了这个房子 它不可同日而语 好吗 97年的时候哈 你爸爸写了这个东西 于是三局史落到了你弟弟的名下 啊 那 您说06年 妈妈许诺说把那房子给您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 对对对 那套房子发生了几成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您侵吞了别人的遗产 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在把那个房子 写在你名下的时候 其实你清脱了别人的遗产 不是我呀 那我也不懂啊 当时我妈说的这么说给我的呀 她老妈 您那时候不知道 现在我跟您说了 您知道了吗 可以拿出来大家分了吗 那也不是 那也不能全部那个分吧 那怎么 不能全部分 是不是爸爸那份也可以继承啊 那可以 然后呢 您有没有办法证明 你妈妈想把那个房子 就他的那份额全都给你 你有这样的证据吗 那当时就是 证据就是当时在现场 我妈这么说的 对于房子在父亲去世后 即刻发生继承一事 老七好像真的不懂 他一再强调 自己是根据母亲的意愿 进行的过户 对此 马家其他子女 又作何感想呢 那我问一下老二老三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事 这个真正知道是 一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 不可能 早就知道去世一周年 你一零年 你都春节 你都没回家 老爸才说这个事 说这两句事 改了名了 五个人就堵在人家门口 找人家去了 怎么就不知道 现在就说一六年才知道呢 当时你什么反应 我当时我们听说特别突然 你是不是吃了一惊了 最后就说老爸说这样 咱们按八分之一 这个房子两斤是卖了 大伙计承八分之一 看大伙有什么意见没有 你说都没有 老大到老六都没有意见 到老七老七说 我回去考虑考虑 这样一过程 就卡在老七这了 当时老爸说 七姐 就是老七 我可以拿我那份里头 跟你来补偿补偿 后来呢 这个老七也说 我现在考虑 就他一个人没有同意 其他人在场的都同意 考虑到现在两年了 结果是什么 对 结果是什么 双方达不成协议 什么协议 就是 老七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想要多药 凭什么 他说的 当时办的时候老妈说了 那个房给他了 而且房产真也是他名 其实我现在我不跟任何人商量 我都想了一个挺解气的办法 老八的自作主张和老七的想法改变 无疑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先是被蒙在鼓里 后续又面临着不能继承遗产的局面 马家其他子女自然是又惊又怒 我明白您几位啊 就是说愿意遵从父亲当年的意愿 我也不是去质疑他的真实性 但是我的问题您几位听清楚 母亲的表态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母亲这表态口头说过 跟你们所有人说过 对 你们在未来如果真的走到法院 你们都愿意作证对吗 对 可以作证吗 可以 老八我问您 父母都去世了以后 这个房产 你说妈妈去世多长时间就不租了 去世之后好像七八个月吧 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 因为老妈去世前刚签的下一年的鞋 从不租开始到现在这一段时间 这个房子是什么状态 我一直在住 那三居室的干什么 三居室我 装修 你的三居室装修了两年 没有 装修完之后 我给租出去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他们几个都知道 让他办 后来呢 我说平时不让我知道 他说房着我 我说房着我什么呀 我说也没住啊 你们抢站着 是不是 三居室租了一万多 租了三居室 目前两套房产都有老八掌控 或居住或出租 而马家的其他子女 则仿佛是毫不知情的旁观者 你给租出去了 对 你有把租金拿出来给大家分吗 是这样的 我是 我准备长期住 是为了看着这套房 因为处理不了 评分分不了 所以 所以现在两套房都在你手里 可以这么说 你的三居室确实是租出去了 是吗 这个 我建议你 拿出三分之二的房租 给大家分一分 对于我居住这两年 相关的房租给 上面的七位 到时候按着释迦 按着给他分 这我同意 对 但是这我同意 你是怕老七处理那套房租 是我怕 因为他完全推翻了 我以前和他的那种 那叫做约定 有谁可以跟你作证 我和他单独这没有 所以老八呀 你是怎么做事情的呀 所以我非常的后悔 怎么可以这样啊 是因为你的哥哥和姐姐 都特别信任你 你觉得怎么着 都可以挥霍他们 对您的信任是吗 我知道我做错了 而且呢 当时的很想 想的很简单 也不太 所谓亲兄弟 民算账啊 眼看事态已无法收场 老八很是追悔莫及 而调解嘉宾 更是告诫老八 千万不要用私自的决定 去挥霍亲人的信任 于情于理 这都算越界行为 你知道现在你家这整体的局面 你说在爸爸去世了以后 他们曾经令你失望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你们家这个局面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说明了他们 对你是盲目信任的 而你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我觉得呢 这个他们 有可能对我失去了信任 但是 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 他们也 让我失去我对他们的信任 因为互相失去了信任 对 我才开始我自己私下办这事 做这个事情 您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是 所以你看他们 你觉得他们失信 他们没有做什么 而您失信于他们 是因为你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让人觉得没法想起 所以我们一起商量开会 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对不起你们 甚至对不起我母亲 是吧 所以我们当时听说这事以后 也比较 一是震惊 第二是个比较凄本 老爸的后悔是不是为时已晚 这一潭被他搅浑的水 还能不能恢复平静呢 父亲和母亲去世 有没有人留下遗嘱吗 没有 经常是口头的 母亲也没有 对母亲没完化 由于父母没有留下遗嘱 子女们又各有一堆 讲不清的理由 马家的遗产分配 就如物理看花一般 难以捉摸 嘉宾们 该如何帮他们 理清头绪呢 他还说的 给那三居室呢 给小儿子了 我这两居室呢 就给我小女孩 完了说我呢 趁着我现在还明白 说明白呢 完了以后 我把这事办了 是不是 省得他们到时候 以后有事 我呢 到时候病危的时候 说不了话了 所以呢 就说我现在办好了 就得了 老七兼程 房产过户给自己 是母亲的真实意愿 那么 母亲的这个意愿 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样老七 咱们退一万步说啊 就是你也不是被安置人 母亲为什么要把这套房给你 因为他哥几个那么多呢 我哪知道啊 他愿意给我 我也不能不接受啊 是不是 我也付出最多 那就是说您的意思 就是说赠予您 就是发自内心的赠予您 根本没有让您代持 或者再还回来的意思 是吗 我妈的意思 表达就是这意思 就这意思 我问一下 老母亲是因为什么病过世 就是前几 16年 就是我 我们家 开始装修 我们家的儿子 16年六夜 过世的时候 是什么病因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没在电场 你没在 就没在医院 你后期啊 后期我照顾老妈 那个八个月的时候 他就心不在严了 病因就是 他就在前期 5月18号的时候 我那个 因为装修 我去的就少了 因为我 我那什么 那个老子以后 我妈老子那会儿 那几年 我去的最多 照顾最多 您想解释的是 您不知道病因是吗 发烧 后来老他不吃东西 慢慢慢慢的 就是那个 各方面 胜功能 各方面的衰竭了 衰竭 反正就这么 胜功能衰竭 这个老人在过世之前 神志清醒吗 有时候是清醒 有时候就不清醒 老七对母亲过世前的描述 令人不得不重新评估 其对房产分配的合理性 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时候 老母亲的表达 是否真实呢 您是现在的登记的权利人 您是什么时候拿到房本的 什么时候拿到房本的 是06年 06年当时就拿到了 是吧 办完了以后 这个我回答你一下 06年12月11号 办完的房本 当然这房本 他从来没拿到过 因为这是主动方 给我提交的 在他名下的房人证 原因是后来 为什么在他那 开始在我这 因为后来不是我妈 得用这房子 就是那个这个租金 这个养 出租 去世以后呢 你应该收回来 去世以后 后来呢 那个什么 就是一年以后 在这 因为在这一年当中 谁也不好意思 就说马上就要这房子 那现在你也没敢去收啊 跟他说 我说这个三居室 不是这两居室 我说你别老住了 我说你这三居室 那个什么 那个装修好了 你该回去了 把这两居室 这是我的 我该那什么了 给我了 他就给我挂了电话 就在街 就拉黑了 既然双方始终各执一词 那么 让他们坐在一起 面对面的讨论沟通 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你们可能在第二线上 听到老七说的了 他呢 只认可现场 你母亲说了什么 当时你母亲说 给他了 但是这之前发生的事 他好像有点失忆 当时是 谁给你打的电话 让你当天来办手机 你好像打过吧 在之前我 跟你商量这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 这个为了救急 暂时放在你名下 这还是妈的 临时放在你名下 大姐 刚才您说 在办手机的现场 老八也说过这话 您听见了 是吗 说过 您和您的妹妹聊一下 老妈现场当时并没说 这房给老七 如果说 说了这话 我当时肯定 这是一个敏感问题 是不同意的 我当时肯定有意义 肯定有所表示 表示反对 或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个都可以作为 呈堂证供 老七 你怎么回答 你当时咱们俩站在那一块 老妈在哪 完了以后 人工作人员全力在哪 老妈说的这些话 你没听见 那老妈说那一段话 都说的什么呀 你没听见吗 说什么了 你说说什么了 你说吧 老妈坐在那 完了以后 说的那个什么 这个三军使呢 老头子就说指着爸 老头子呢 把这三军使给小儿子了 我这两军使呢 就围我小女儿 说趁我现在还明白 把这事办了 将来省到以后 他们捣乱 别编了 就是 老七 别编了 没说这么复杂 根本就没说那么多话 那你说怎么说的老爸 老七 这个你大姐 可在现场呢 对呀 就是在现场 不说实话呀 咱们谁不说实话 谁知道 谁编谁知道 是谁编谁知道 我这话 我也料到这 面对面的沟通 似乎并不能化解 双方的不信任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无从考证 调解嘉宾 只能根据 目前的现实情况 给出一个 相对公平的解决方案 他们能接受这个方案吗 老七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随便提 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叙述 你需要提供证据 比如老八他说 他说了这些 怎样怎样 由你大姐 出来给他作证 刚才你们这个哥几个呢 也提出了他们的这个诉求啊 他们的意思是 这个作为遗产 大家继承 各八分之一吧 老八呢 因为这个事 犯了点错误 愿意多拿出点来给你 就这个事 你们商量一下 咱们别闹到说对部公堂 最后大家都失去亲情 虽然财产分配清楚了 但是亲情没有了 咱不愿意闹到那一步 你觉得行吗 不行 我觉得一定是建立在一个 就是这个赠予啊 现在咱没有办法支持的前提下 这应该是一个基点啊 不管是他父亲这一部分 因为父亲根本就没有表示 没权力去分 母亲这一部分 他也并没有能思缘去说 其实我比较建议 有老八把他自己 在两句史上的份额 甚至可以全拿出来 来评这事 你自己惹的祸 我去问了 由于马家子女们众说纷纭 调解嘉宾只能分析现有材料 并结合老八的适当行为 让老八对大家做出补偿 对这样一个方案 马家子女们会作何表态呢 咱们现在就是让老八 拿出一部分份额 多给您一些 在法庭继承基础上 多给您一些 您愿意不愿意 那老妈这个不算了 不算了 不算了 为什么不算 我刚才跟您说完了 今天的主要争议啊 是您家的两套房 也就是说三居室 是在您这儿的啊 那剩意就是一个 两居室的问题了 两居室原来也是 这次拆迁当中获得的 那么原本是在父母 双方名下的一个共同财产 现在呢 就是莫名其妙的 到了老七的这个名下 经过刚才过程当中的询问 老七提供的材料当中 主要来证明 他这个 有效获得这个房产的依据呢 有两个 一个来讲呢 是一份拆迁协议书 里面大多数东西都是空白的 然后呢 被拆迁人写的是老七 底下的签字是 九七年拆迁的日期 而实际上呢 他当时也说了 这份协议就是在 办手设计时到签的 其中的这个空白 怎么回事 他也不知道 他也承认他并不是 被拆迁人 而同时 观众咱们在看 这个节目当中 也可以看到 和父母当时 和拆迁单位所签的 这份拆迁协议 是明显冲突的 因为一套房 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 安置给两个不同的人呢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啊 所以呢 这份协议是无效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说到老母亲的赠予问题 首先呢 这个老八自己 签的老母亲的名字 做出的这种赠予 本身您 这个作为这个 如果是代理人 您应该有这个委托书 那么您拿不出这个委托书 老七也拿不出来 第二个来讲 如果是作为监护人 那么你这么处分 被监护人的财产 无偿赠予给其他人 这个监护行为 赠予行为是无效的 那么咱们再说到 老七自己主张说 老母亲在现场 是有什么样的表示 工作人员也听得到 然后在现场的笔录当中 又签字都询问过 老母亲也认可 但是您的证据当中 一点都没有 所以就现场所出现的 这个情况 再结合说 这个房产本身 在您获得的时候 它已经发生了一种继承 老父亲的这一部分 明显是因为老父亲 已经过世了 您母亲 无论如何 是不可能代为他 做出这种表示 所以我们几位专家的 一致意见是 这个赠予是无效的 赠予无效 就把它回归到一个 法定继承的状态当中 大致是几个人 都是八个子女 八分之一 老七也应该拿你的八分之一 但是我们刚才 毕老师跟老八做了工作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 始作俑者 是您 解灵还需细灵人 您应该承担 您该承担的责任 给大家一个交代 更何况您已经在 三句史当中 得到了您 原本应该得到了 甚至更多的敌意 那么在两句史当中 我们认为 您可以把您的 这个份额 甚至于全部的拿出来 给到老七 来凭这件事情 来给其他兄弟姐妹 一个交代 那么就看 老七在这个事情上的 一个态度 在您最后决定之前 我最后说一遍 这个事情到未来的 法律诉讼当中 一个来讲 谁说了瞎话 有虚假诉讼的 法律责任 而且这个责任 不一定是民事的 第二来讲 打官司是一个耗费 精力财力的事情 有没有必要去这么做 您自己掂量 在专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就是八分之一 那当然老八 这个旧由自取吧 拿出一部分来补偿 老七 这个方案 大姐你同意吧 同意 老二 同意 老三 同意 老四 同意 老五 同意 老六 同意 老八 同意 老七 给您一周的时间 给您一周的时间 一周之内 想要做这件事 想要按照我们调节的 这个结果 随时跟编导联系 安排你们过来签协议 然后再告诉一些 怎么样实施 这些细节 什么的 再跟你说 好吗 一周之内 好 毕老师的建议挺好 我觉得给老七点时间 让他考虑考虑 三思而行 希望你做出一个 正确的选择 八兄妹 还是好兄妹 希望你们能够 保持这种兄妹之情 现场调节之后的几天里 马家兄妹八人 又聚到了一起 再次商讨 房产分配问题 毕竟在亲情面前 没有什么 是不能坐下来 好好解决的 老八表示 自己愿意继续退让 以弥补过失 老七也终于同意 私下里会与家人一起 妥善处理后续的问题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金森玉 我们这很多当事人 是多子女的家庭 多子女家庭当中 可能父母把其中的房产 赠予给其中的一个子女 其他子女当时并不知情 这个赠予就真的是无效 他们的这种观点 能够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吗 它是这样的 这种观点是分两种情况看的 我刚才说了 上面那种情况 如果说是这个房子 是这父母当中的一个人的 这个独有的财产 那没关系 我爱赠予给谁 赠予给谁 那这个是有效的 这个赠予 我不需要跟你们其他人商量 我就可以处理 我自己的财产随便处理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房子 我们说过 这个房子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 那夫妻共同财产 是不是有一半 就是人家另一个人的 如果另一个人去世了 理论上 虽然这个房本在了你方名下 但是理论上 这个房屋是谁的共友 是所有继承人 加上你的一个共友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房屋所有权人发生了变化 它不光光是你一个人的了 那我如果把这个房子 随意地处理给其中的一个人 对于其他的所有权人 是有权利要求撤销这个中意的 他们没有跟其他子女进行商量 他侵犯了其他所有权人的权利 还有的呢 以为自己很聪明 就是说如果我赠你 那是侵犯了 如果我买卖呢 其实一样的 你买卖也好 赠予也好 它都是什么 处置权 对吧 我们知道完整的所有权 包括什么 债有 使用 收益 处分 那好 那你这个赠予也好 买卖也好 是不是处分 所以那你相对来说 才是侵犯了所有权 因此呢 在这里啊 我们呼吁一下 就是家庭的问题啊 你比如说这个家庭的问题 当一个人去世之后 他的财产就是家庭性质的了 我们应该遵循着 基本的法律规定 以及内心的这个良知 各个方面啊 大家团结起来 过来一起去商量这个问题 那大家坐下来商量的时候 那商量好对策了 那你们自己去签合同 出面的 对吧 处置好了 然后你再去做这个变更啊 各个方面 你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不然的话 你们实在是处理不好 也可以速至法院 我先给大家理清一个观念啊 就是说到了法院打官司 他不是说你们真的就 人品不好或不团结或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子的 是有一些问题 他处理不好的 如果一个问题拿到法院去解决 其实恰恰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法律对于一个家庭类的案件 他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 进去干涉也好 主持公证也好 其实是更有利于这个家庭的一个 往前共同推进的这么一个状况 因为这个问题毕竟是要解决的 所以呢 我们还是在此呼吁啊 如果是有共同财产的情况下 尽量尽量大家共同达成协议 好 谢谢您今天的讲解 谢谢您的观看